来 手机iPad的镜头就是你的眼睛 暖西国小同学在电视电影制作人施博全老师的指导下 用平板找寻目标拍下自己喜欢的镜头 老师在一一讲解作品 教小朋友学习用不同的拍摄角度来说故事 课程中也融入了媒体试图的观念 让同学们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学习独立思考 分辨真假讯息 一般在课本里 在学科里 应该很少会上到这种关于摄影的方面的课程 然后今天那个制作人教我们怎么拍照取景 然后还告诉我们讲说拍照片的时候 背景光线然后角度都很重要 然后我很开心今天可以上这堂课 那刚刚老师让我们拍照 我试着用老师刚刚教的方式去拍 就拍出来的结果就是还不错 我试着找了一个单色的背景 然后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 拍起来就是会比较好看简约风 我觉得那个不能随意就相信别人的那个消息 要先那个查明是不是什么真的可以在网路查一下 或者是会问爸爸妈妈 透过互动的学习方式 同学们收获丰富 由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与中家宽平吉隆合办的公用频道媒体试读课程 今年持续深入校园 获得校园师长的肯定与感谢 我们这次其实非常感谢那个中家宽平吉隆公司 给我们就是提供这样很好的课程 就是现在的小孩他们其实接收到很多的讯息 透过网路 他们的讯息量大概是以前我们的数十倍 但是孩子吸收之后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去解读 所以很多其实不是正确的 即使课堂上教他说去分辨 但是你在平常他们的同学跟同学之间的 孩子之间的一个对话 我们会发现孩子其实看似了解这些语词 但是在真正辨别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要学习怎么样辨识正确的资讯 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美女试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尤其是在世卫的时代 因为资讯非常的发达 而且孩子三心载具几乎人手一击 所以他们对于资讯的吸收 跟辨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如果辨识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去辨识真或假 然后有自己的价值去判断 是否遵守或是否相信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可以带给孩子及早 去厘清他的一些 对讯息辨别的一些知能 透过产观学合作 将媒体试读教育向下扎根 希望每位孩子都能持续学习 判断资讯 辨别是非 当个聪明的乐听人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